现在很多花有的南花都已经长花见 甚至是已经开花了 但是有花也会发现自己的南花花见还没有开 这个花见就枯萎了 又或者是刚刚开放 但是没开多久就出现了一个衰败的迹象 叶片这个花朵里面已经有点枯萎的情况 那么就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呢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因为感染了一种虫害 祭马 祭马会危害南花的新芽花苞还有花朵 会导致它们无法正常的生长发育和开放 那么我们想要避免虫害的发生 一定要及时的用药防治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这个小白药敷虫胺 直接取适量 沿着花盆的边缘呢 均匀的撒进去 或者是浅埋进花盆里面就可以了 一般我们大概45天使用一次 浇水之后呢 它就能够缓慢的溶解释放 可以有效防虫45天到60天的时间 家里所有的话都可以用 一定要提前防治 不要等到已经感染了虫害再来救治 这个时候对植株的危害已经非常大了 特别是现在开春温度回升 虫害开始大量的爆发 一定要及时做好防虫工作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